人都还没有到日月潭 抗议团体已经先到南投 等着要向他呛瞎 不过这些抗议民众如影随形 警方的封锁也是滴水不漏 为了不让昨天有警员受伤的事件再度发生 民进党中央也派出了指挥官 到现场跟深绿社团加强沟通 避免场面失控 十多名本土社团成员 这会用散步的方式突破警方第一层封锁 走不到一百公尺就被层层巨马挡住 只能高呼口号 棋子插在巨马上表达抗议 喊错了口号 却也暂时化解现场紧张对峙的气氛 不过骚找之前 骚人像的举动 却让警方高度戒备 抗议现场民进党中央派人坐镇 专案应变中心也前进南投于池设立指挥所 不但要确保党员抗议和平理性 也随时掌握胜率社团的动静 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的状况还好 那我们也加强跟其他这些民间团体的沟通 由于前一点晚上才刚发生警铃冲突 远景受伤事件 这回警方不敢大意从通往韩碧楼所有的通道 甚至是湖面上都有警方穿着救生衣戒备 水面陆地严密监控 就是要做到滴水不漏 陈云林过一夜警方大阵仗 也让日月谈业者的生意多少受到影响 会不会给你们造成一些不方便 一点点而已 什么样的也不方便 你设了这么多路 这样走路就不方便了 业者不敢说明白 因为陆克生意还要做 就盼陈云林这一夜 未来让陆克有留在日月谈过夜的理由 接着黄千荣 彭焕群 SNG小组 南投报道